11月8号在杭州大厦这个脏脏鞋家买了一双 它应该是羊皮质地的一双像运动鞋一样的 花了4200多块钱 11月9号开始穿的 穿了两天鞋底也没怎么磨什么的 就是也没怎么走路 张女士说这双鞋子用了做旧工艺 买来只穿了两天 她提供的照片 说是鞋头附近的皮面不匀称 鞋头然后包括鞋的那个脚踝处 有凹凸的起层的 就是鞋的表屏面它有点嘛 然后它就发黄 看起来像起皮骨包 那我穿第一天就出现了这略微的那种 第二天就更严重 这个鞋子就是不禁穿这辆差 其中一只鞋的脚踝位置有处发黄 看起来像污渍 张女士表示 之前找过来把鞋子放在了专柜 后来上次来说给我460块钱 给我清洗 那我不同意的 我诉求你把这个鞋子我不要了 退给我就OK了这个鞋子的钱 说要你去那个做鉴定吗 我觉得鞋子咱们先拿出来 工作人员表示 店长不在 不方便多说 她拿出张女士的鞋子和一双新鞋 张女士仔细做了对比 说新鞋上并没有骨包和发黄现象 然后包括这一点 就是这面已经痕迹很明显了 看这面都已经凹进去了 就是起来了 它那个原本的鞋子是没有 它觉得是起泡像泽坐的 那么然后它要求是退货的 那么经过我们现场新鞋的对比 那么因为它这个是小羊皮的 小羊皮呢一穿褶皱呢 应该也属于是正常范围 它羊皮嘛 可真的是很细微的一点褶皱 那么客人呢可以认为这个是质量问题 因为鞋子嘛毕竟是一号品 我们还发现了它的那个鞋子边上 也有一点那种像饮料的那种 黄颜色污迹啊 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去的啊 商场方面表示鞋子质量没问题 张女士的鞋子属于正常磨损 之前提出帮忙清洗鞋子并赠送小礼品 张女士没有同意 目前他们无法满足退货退款的要求 那么我们也给他一个建议到 销鞋或者是工商 再还有就是到九环路有个治检中心的 那那边去检测一下 那么顾客是不认可 他也不愿意去 他是要用新鞋子的 那么新鞋去鉴定的话 如果出了问题 那么也是有责任方来承担 多岛人员说 第三方检测只接受对新产品进行破坏性质检 如果质检出来鞋子没问题 那参与质检的新鞋费用 由张女士承担 对于这个方案 张女士还是没有接受 1818黄金眼人记住报道 嗯 对于是 的纷尔 神员